今天南天白云又热又晒 不过在中午下了一场大雨 周末天你是怎样? 是呀 陆玉文 今天由我们的高清视频机 望出去 维港的云量开始增加 雷达图上见到 中午有雨区略过本港 今天的几阵大宙雨 为当区带来5至10毫米的雨量 而生活期间可能有更多的雨水 又或在预测图上 望向香港的南面 见到南海中部的低压区 正是逐渐发展 中央气象台指出 这个热带扰动 终会在今晚增强 明天很可能就成为 今年第四号的热带气旋 并在后日凌晨在海南岛登陆 预计登陆时候风力会有8级 顺便讲一下有关的数据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 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 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台风 每年平均数目都会有25.6个 他8点钟的气温 有29度 相对湿度82% 交给天气先生 预测漸转多云 有几阵骤雨和雷暴 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 稍后骤雨增多 吹和缓至清净的冬至冬南风 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 气温介乎27到31度 星期日和星期一 继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 预测明天上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预测明天最高指外线指数是8 强度属于甚高 天气先讲到这里 交换给你 卢浩文